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交网站Facebook的创办人朱克伯教说 他只是吃自己杀的动物,其他肉一概都不吃 因为这样做可以令他以更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食物 明白到要牺牲一只动物的生命才可以生存下去 由于他不吃一些不是由自己宰杀动物的肉 所以变成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素 据说他这种饮食态度在植谷的高科技社会中越来越受欢迎 朱克伯格的想法与中国瑜伽思想有很大的差距 孟子说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袍厨也 因为当他们听到禽兽被宰杀的时候那种凄厉的叫声 就会有测忍之心,不想继续吃下去 正如不少人都会抗拒吃活龙虾和活麦鱼的刺身 眼白白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面前被人凌迟是很残忍的行为 对于朱克伯格以这种方式去表达对生命的负责人态度 相信很多人都不敢恭维 对于生命的尊重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就是不要消费他人的痛苦 四川民村地震刚刚过了三周年 据说国内不少旅行团一车一车到灾场来探访 拍照留念 从正面来说,大家没有忘记这场灾难是一件好事 多些人到访也能帮助当地经济重建 但如果抱着参观旅游景点的心态去探访灾区 摆出各种有趣的姿态来拍照留念 其实是对死亡者和幸存者的不敬在伤口上杀严 对于其他人的痛苦和任何生命 我们应该尊重 正如大家去参加六四中国晚会 他虽然不一定要哭,但起码不应该嘻嘻大笑 否则是一种不敬的行为 《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一项有关 八十和九十后教会年轻人的调查发现 八十、九十后的基督徒很关注现代社会意识 比如说民主、人权、自由 他们很重视言论自由 所以比较喜欢由下而上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而这种回应的方式和教会一向的形式有些不同 另一方面 原来他们仍然十分重视家庭价值和传统的家庭观念 而认同教会应该重视圣经教导和猜传这些事工 大家不需要担心 年轻人如果关心社会 便会忽略了圣经和家庭 值得留意的是 这些年轻人所谓的社关意识 原来跟很多成年人差不多 都只是留意有感动而没有行动 实际的社会参与度其实很低 如果教会的领导层 真是认同乐商会议所说的 传福音和社会关怀应该两条腿走路的话 我们就要苦心自问 社关的腿是否好像患了小二麻痹症 要牧养受通识教育和互联网影响的新一代 教育同工或者不应该太快看不顺眼 无需急于教导 而是要了解和关心 如果我们不明白80、90后的年轻人受什么影响 重视什么 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沟通 而只是以过去我们认为 成功和熟悉的方法来沟通 恐怕只会事倍功半 作为教育领导层 给更多年轻人有机会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一切关心由认识开始 而接纳是沟通的第一步